來鄉親啊 這個九二十大大黨 今年晚二十年了 當時大黨的晉雍 在南道館的接近 順著這個短暫走過的鄉頂 包括保理 滴山 民間 中療 到國性操縱 都讓大黨搖到很嚴重 像是南道館 師匠的人數超過一千五百的人 走過天邦第二的那一月 二十年過去了 在庫的基民 為最聽當中站起來 要求太早的股東生 大後回到無後來做老師 作回來看他們的故事 最多的精度積極 在前主要主張的金融 已經短暫所見過保理 滴山 民間 中療 已經剩下超過一千五百的人 總共四萬百的受傷 南道館 南道國中也倒下去 不過舒適便沒倒下去 天道讓人家看見在後 中心站起來 生命活力 那所以水膜要特別注意 核生全身在外面 在旁邊用心指導的 是三十五回湖南運 但是美食班老所以 真正是南道國中的核生 二十年前 丟臉的雞尾 是他媽祖企圖的兒子 當我們下樓梯踩到地板的 第一瞬間我們整個傻掉 因為我們家的地板是 濃起來的 然後我們出不去 爸跟我媽今天就出不去 就是想辦法把那個 濃起來的地磚 就一直把它敲碎敲碎 然後門就盡量把它 一直拉拉 就一個縫就這樣逃出去 久離地東去東浦南運 踏國三九年間 南道秀才驗中天空一個禮拜 等來跟學校 已經是記憶中的美麗浩衡 短短大概不到一百公尺路 就覺得很難走 因為到處就是都是斑駁 比如說石頭 石磚 然後印象中就是 牆壁全部都裂開 就會覺得很恐怖 因為那時候 我記得一個禮拜後 還是不斷的臨陣 前立教室開去的 剛才四十多間 天啊容納兩元年金而已 最後呢 想想說 不然我利用 活動動森裡面 放在那裡的救濟物資 來把它貼貼來變成隔間 這就是所謂的 堂國屋 知道後來學校飛行為勞 學生只能夠給我們上課 這是很多財庫蘇生共同的活躍 我們到國中的重點過程 又很有美感 這個畫正好落成正好在春天 啊 春天 壁畫完成了 扭運節的春天 學校終於有一個新學校了 七十三歲宵入客 也是我們到國中的 退休美術老師 當然虎萊雲也是他的學生 媽咪在這裡 好醜 媽咪在國中的照 老師都存到現在 對啊 保留著 雖然丘利盡到香爐開處 住宵也親人 但是後空中有發生會發 家宵也會他帶來立廊 還會也加上他夫妻為勞 讓學生拿畫筆來畫 學校倒塌 學校的任何一個角落 倒塌的地方 甚至於一些老宿可能 將來讓我會重新 重建 會完全改觀 我要讓學生 用畫筆深刻的記下來 競競的是 忽然的幸福降落 終點子其實說到 展覽的手廟 換了一家一家 學生的作品 加作呼籲 專業書生的案件月料 我發現到他們的心理 相當的這樣 恢復起來了 健康起來了 所以我深刻的覺得 藝術這個東西 是可以治療人心的 我的挫折容忍力 應該有因為這件事情而成長 其實我會跟學生說 每個人在人生中 你經歷到挫折是不一樣的 因為每個人生不一樣 但是每這件事情 可以拯救每一個創傷 火氣太陽生 甚至愛心老鼠 只會在技術上教養的一件 在財庫學問中 代代相團 救你大地人 台灣百年來 大災難 讓花青年時代 專門沾起記憶 20年後 我們看到 在地基林沾間 以及中心的故事 南部北京的筆頭 就是國下勇敢 向前進 中心的故事